主席各位,出列席官員,大家好 主席各位,請內政部 內政部曾次長請 請銀建署的 銀建署,書副署長請 書副署長 曾次長,你好 是,委員好 有一個新的民調,很清楚看到 百分之九十四的年輕人 為了高房價,買房子,所苦 這個變成是這個執政 現在最頭痛的問題 那,我一直在想 這個之前五都的選舉 大家喊著正天跟他想 不曉得你選舉也選過了 究竟未來的規劃當中 你是要推社會住宅 還是平價住宅 還是國民住宅 還是青年住宅 還是類似新加坡所推出的 竹屋的概念 究竟方案定出來了沒有 大家都在看喔 你動作再不快一點的話 這個 春夏秋冬啊 接下來,一年過了以後 又要選總統了 是 跟委員報告 因為 針對這個部分 銀建署除了它有一個 住宅資源輔助的一個方案在推動之外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說目前大家所關心的 社會住宅的一個規劃 有五個地方 那另外,它是用出租的一個方式 而不是用賣的一個方式 那第三個部分 就是說目前在推的 它那個青年成家方案 這一個部分是補貼 利息的一個部分來做推動 請問一下 你剛剛講的那個 社會住宅的部分啊 只租不售 那租的部分可以租多久 什麼人可以租 因為之前啊 講那個小地堡啊 很多年輕人喔 他們都不去投票 甚至還投給反對黨 他說政府提出這樣的一個建議啊 根本是在消費年輕人 你問一百個年輕人啊 沒有人相信 他是小地堡 一兩百戶的重簽者 那比重樂透還要困難啊 所以你們能不能 這個深思熟慮 提出一個比較可行 那大家民眾覺得觀感很好 覺得機會很大 這些房子出租的這個情況之下 下一個可能就輪到我 你至少要有這樣的願景出來吧 跟委員報告 我們那個社會住宅在規劃的 它的一個對象 除了說經濟弱勢的民眾之外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說是外地來求學的青年 還有就業的 這個都是它的一個對象 那另外委員所提到的就是說 要把相關的一個資料要收集 那我們也在收集相關的資料 那至於出租 要出租給他幾年 那就要看他的一個狀況 一個是他的一個經濟狀況 我們來看啊 要給他幾年的一個年限 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來說 譬如說現場的記者 一個月薪水大概五萬塊來說 這一個部分 租可以租多久 費用費用是多少 因為這一個部分 部裡頭還會再找地方政府來延商 他相關的一個出租費用跟管理費用的一個部分 市長啊 市長啊 那個總統的民調齁 就是被時間的脫模齁 不斷的往下拉 我們希望可以看到速度快一點 好我們會加快速度 這個一定要苦民所苦啦齁 這個坦白講 身為執政黨的議員齁 有時候比你們還急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整個情況的 這個頹勢啊 不斷的出現 我們是急得像熱鍋中的這個 螞蟻一樣 閒的人很閒 這樣就不太好 好不好 選也選過了 趕快 最快的速度啊 把這樣的願景提出來 那另外我再提到一個齁 就是三環三線喔 有很多這個交通啊 持續在進行啊 那配合 社會住宅 事實上我覺得 不要把它定義社會住宅啊 社會住宅一提出啊 很多人都覺得 第一個反彈啊 啊這生活環境是變差了啊 以後管理是變不好啦 治安會變壞啊 會髒兮兮的啊 沒有效率啊齁 弄一個比較高雅的名字 好不好 至少像新加坡的那個感覺啊 花園城市 城市花園 做出來的東西 觀眾有品質 有信心嘛 好不好 那我現在提到了啊 就是要請那個營建署啊 本席在過去啊 長期推動啊 就是希望政府苦民所苦啊 了解到整個安坑地區啊 這個交通堵塞的問題啊 我們看到很多的這個 居民啊 住在安坑的民眾啊 已經從小學啊 看到 小孩子已經高中畢業了啊 這個交通問題啊 持續啊 是安坑的長期的夢魅 上下班堵車堵得一塌糊塗啊 那 經過 本席在 立法院總質詢啊 連續14次的 跟院長的 這個 質詢拜託啊 終於啊 爭取到 31億4千萬 就是 特異號道路 第一期的工程啊 那麼 也承蒙中央的這個補助啊 有26億多啊 錢也都下來 也開始在東工了 但是喔 這個 民眾的殷切期盼啊 政府的施政啊 努力啊 永遠趕不上 大家啊 還是希望能快一點快一點 能不能說明一下 安坑特異號道路的這個進度啊 什麼時候 可以完工 是不是遵照我們以前的協議啊 就是都是40米的計畫道路啊 一路到底 包括第一期 以及 安翔路到五成第二期的部分啊 是否已經 已經開始動工了 這個能不能請 一件數 來說明一下 好 柔委員好 這個 安康邀道路啊 在柔委員的關心之下 總經費是 31億4千萬元 那中央是補置 26億 600萬 那地方是負擔 5.34億 那目前呢 已經在98年 8月啊 前面動工 現在進度呢 現在進度呢 是百分之三十 安懷三線 捷運延伸至 安坑的這個未來規劃 也一併規劃進去 那麼有關這個第二期工程啊 我們在97年啊 扣大內需呢 已經補置六百萬元 給台北先政府去規劃 前已經下來了 對 那個規劃已經完成了 報告已經出來了 那所以第二期的路線啊 大致已經確定了 那麼其中呢 安翔路跟安泰路 這個路段啊 現在已經 在辦理委外設計 招標作業中 大概在十一 明年 明年次會決標 但是呢其中有一段 是 古城到安泰路段來 因為應該配有捷運啊 配有捷運的路線啊 那麼 是不是 符合捷運的動線啊 現在台北縣政務 在跟台北市政務 在協商之中 好我們趕快齁 近期啊 燒開協調會 是 把捷運延伸至安坑啊 朱立倫的政見啊 也是我們地方 殷切期盼的這個期待 能趕快具體的 落實來實現好不好 是我們前進趕班 好謝謝 另外啊 最後一點啊 就是 第一期第二期都做好了 齁 但是現在啊 滑乘路上去啊 大概有 三萬多戶的人口齁 有三萬多的人口 每天上下班啊 因為那邊有學校啊 賭車賭得非常厲害 齁 即便現在 本席這樣推動的一個 滑乘路的拓關啊 齁 也沒有辦法 來應付啊齁 這個車流實在太大了 可不可以 車程啊 這相關的單位齁 請營建宿這邊來主辦齁 我們來規劃一個齁 這個 滑乘路的齁 納入生活圈的一個 的一個進一步的替代道路 那麼可以直接接到 特一號道路 那麼這個 總共加起來大概啊 不到一公里啊齁 可是這個 這個路啊齁 這個改善道路啊 滑乘路的改善道路啊 如果能趕快積極來推動的話齁 這個對整個地區啊 交通啊 滑乘路上 三萬的居民的 這個行的安全齁 以及這個交通便捷的問題啊 就可以大大的改善 拜託這一條啊 就是 滑乘路的 改善道路 直接接到 安坑特一號道路 以後接了 就直接上北二高了 這個是很方便的 拜託啊 營建宿也一併考量 趕快來規劃 我們會請台北縣政府 做可行性評估齁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那我們會盡量來協助 經費可不可以 拜託協助一下 是 如果屬於生活圈的話呢 那麼我們也會盡量來協助 那就拜託 趕快納入生活圈裡面齁 趕緊來規劃來動 那苦迷所苦啊 幫地方的民眾來解決 交通堵塞的問題 好不好 好 謝謝你